乐活之心与您分享乐活小秘方 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 近日四川乐山的行医生被医 为醉酒患者无辜报答 但他仍忍住疼痛 为这个患者做完手术 醉酒患者一时不清 无法接受诊断 2月9日大年初午晚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人民医院医生行锐正在值班室休息 一名护士通知他去给一名患者看病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医院医生行锐 我从值班室出来之后 看到一个病人在诊断室椅子上坐着 因为那天天气比较凉 穿堂风很大 我就让病人坐进来给他进行检查 行医生说 患者寄来之后不停打住瞌睡 身上还有很大一股酒气 交达能力很差 没法了解病情 无事他就让患者先到外面清醒一下 或者等家属来了在看病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医院医生秦瑞 我在值班室里听见他说不看了 我以为他是要走 结果突然过了几秒钟 他就冲了进来 醉酒男子猛击医生头部 拿凳子显示器砸 把医生监控室并显示 男子冲到值班室后 按住行医生并猛击他的头部 后来还拿起凳子 电脑显示器 往行医生身上砸 直到男子的亲属赶来劝阻 还停止了攻击 事发后 医院报了警 民警迅速将该男子控制 癌打后的刑瑞 一直扒住头部 之后又瘫坐在门口 得知患者 眉骨有伤 被打医生 忍痛完成手术室 侯行瑞得知 该男子性中 当晚喝酒后摔倒 眉骨处有一道 约7厘米长的伤口 当时眼科只有我 一个一线值班医生 虽然浑身疼痛 但是感觉没有危险 还是决定先给 他把缝针手术做了 为防止对方 在手术过程中躁动 机卫民警帮助 控制了手术台上的钟某 行瑞 用20分钟做完 奉针手术后 钟乌坚持不住了 将剩下的 服药等工作 交给同事 自己前往外科 进行治疗 经诊断 行瑞头皮下血肿 眼眶裂伤 口唇错裂 背部轻淤 鼻子软骨骨折 夹齿也被打虚了一块 行医生的妻子 第二天才知道这件事 看了监控士兵后 非常心疼 行医生妻子 钟弘扬肯定心痛他 就这样他受受伤 我说暂时不上班吗 他一直都坚持上班 为何无故被打 却还已得抱怨 行瑞回答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不管什么情况 病人只要来了医院 作为医生 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必须要为他处理伤口 行凶患者 久醒后向 医生道歉 被行政拘留 并罚款 虽然 钟某久醒后向 行医生道了歉 但他依然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当地公安机关 依法队中 某处以行政拘留昔日 罚款 400元的处罚 打人者钟某给行医生罚来的道歉简讯 本文来源 央视新闻综合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 祝您快乐每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